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者是部分白花的现象 这里不止珊瑚长得不错 这里面下面的海洋生物也蛮多 尤其是一些龙虾 然后我们也有 昨天也有看到一些石斑 然后也有海龟等等的 基隆朝静保育区自从三级警戒以来 就沿进游客下水游玩 竟意外让海洋生物得到喘息 是去年白花的珊瑚 其实今年都恢复的 那更加觉得高兴的是说 因为去年因为游客很多 根据我们基隆市政府的 那种AI电感的一个监测 大概去年大概来了六七万人 所以水下其实珊瑚被破坏 就是明显潜水者破坏的地方很多 可是我们这次下去 那些破坏的地方都恢复的 此外海科馆研究人员还发现 对比去年端午节 大量潜水活动的低频声 可能不利于海洋生物沟通 而今年少了水下的游客 海洋生态有了明显的复原 其实我们海科馆也有做一些问卷调查 你可以发觉很多朋友也是在呼吁 应该要做适当的总量观察 虽然大家会觉得不方便 可是大家也能够接受 因为总量管制之后 让这个生态更好 如果人家就一般人来看的话 他们知道我们是来水下作业 就不是来玩的 疫情逐渐趋缓 虽然有限度的开放潜水 海科馆透过总量管制 让潜水观光产业和大自然 平衡发展 共创双赢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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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